祥和人間幸福講座 日前在中和區 明德盛民活動中心聖誕舉辦 清水里長王金定 近年來有感於社會亂象評審 為了社會安詳以及安定人心 特別邀請傳評法師到場分享 讓民眾了解 人與人之間互助戶外的精神 覺得最近我們的社會亂象評審 所以這裡算是 社會比較祥和比較安定 所以特別邀請傳評法師 來為鄉親舉辦座談會 祈願我們這個社會 能夠有一個祥和的社會 對民眾會有一種福報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在這個企業 印譽企業 大家都做得很圓滿 祥和人間幸福講座 年齡舉辦 至今已經是第四年 民眾的反應都相當踴躍 王理長也期盼透過講座 散發更多的者能量 讓社會越來越和諧 創家新聞 斂卡君 綜合報導